11月10日 鸿海第三季获利2.8元创同期高 作者Ada 影片开始前 请先按赞、分享、留言及追踪 今天鸿海召开第三季法人说明会 会中公布了第三季获利及一些法人对鸿海郑州场的疑虑 鸿海在法说会中也提到了新的电动车布局 法说会大概一个小时左右 今天大家可以抽时间去看 试着去看每一季公司的法说会 因为这才是第一手的资讯 一些某某知情人士或是财经主持人 那些人单纯就是为了点阅绿及吸睛 所以会下一些很惊悚的标题 最终还是以鸿海官方发表的为准 现在网络时代 很多资讯流传的很快 一些有用的资讯显得很无聊 一些无良的创作者为了吸睛 所以会故意扭曲事实 让散户产生恐慌 今天我的影片就做短一点 让大家有空去看鸿海的法说会 文章主题内容如下 一 鸿海法说会刘董看郑州场事件 二 鸿海第三季获利2.8元创同期高 很多散户 法人 投资人 就喜欢在那自己猜 鸿海郑州场的发展是怎样 那些某某知情人士 某某新闻台 某某财经名嘴 你觉得他们会比刘董还要懂吗 刘董可以直接透过视讯 几百方通话及时的了解状况 及处理情况 鸿海郑州场有20到30万员工 这么大规模的工厂 一些散户就爱在那听某某新闻说 我看了真的也是很无语 如果你有持续的看鸿海法说会 你就会知道刘董说话很保守 而且做事很有执行力 之前我就和大家说过了 一些新闻 法人 外资群 散户 一副在那鸿海郑州场发生问题 力讯或核硕就会得利 真的是爱说笑 他们要是能做苹果高阶 他们早做了 今天鸿海郑州场事件是中国防疫政策造成 不要说的合说 力讯 伪创能做得更好似的 他们要是遇到了鸿海目前的情况 他们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 及付出更大的代价才能解决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刘董怎么说 鸿海董事长刘洋伟表示 郑州场产能正在自疫情中快速回复 短期竞争对手能获益的机会不大 且鸿海此次跟客户共同合作 解决此次郑州场疫情状况 充分展现危机处理能力 反而对未来会有正向影响 郑州场面临的不是生产技术问题 而是疫情 政权力调整产能降低影响 后续会聚焦分散风险布局 短期竞争对手难从中获益 长期而言 鸿海累积多年供应链及生产管理经验优势 加上全球各地布局 竞争对手能做到的依旧有限 在超过20多万名员工的厂区 要兼顾防疫规定 以及正常生产 确实需要很大的管理能力 但经过重大的情况事件 让客户及鸿海对彼此能力跟需求更了解 短期虽然很辛苦 但更能体现合作价值 客户也针对郑州园区的情况 已正式发表声明 河南政府也明确表示全力支持鸿海 在三方通力合作下 将快速恢复正常产能 迎接后续圣诞节以及农历年的节日需求 那天我说过 外资群 法人 主力会觉得鸿海郑州厂会产生两个不利元素 一是员工因为疫情无法全数出勤 让鸿海营收下降 二是鸿海要付出更多的薪水 吸引员工回来工作 一个是会影响营收总额 一个是会影响营利率 这两项今天在法说会上流动也有说 这种是稍微有一点逻辑的都能推测出来 但我说过我们是中长线的投资者 公司总是会遇到点逆风 你要判断为不危险 你要是公司目前的股价位接而定 如果鸿海今天净值104.33元 股价500元 那发生郑州厂事件 那对鸿海获利成长会造成影响 哪怕一点点 这都会造成股价的崩跌 这完全没有问题 毕竟鸿价和净值之间差了将近400元 这么大的差距 鸿海一年赚10到11元 也需要将近40年才能零风险 但今天不是这种情况 鸿海的股价100.5元 净值104.33元 这次郑州事件 就算给你影响各几毛甚至一元的获利 了不起对股价来说就是几毛到一元的修正 股价都比净值低了 有什么好担心或害怕的 获利没有被拿走任何一毛 一般外资群会这样反应剧烈 那是因为他们买的是不同类型的个股 以台积电为例 净值106元 股价615到688元 这种情况 只要台积电获利有一点点小逆风 有500 600元的差价会被修理 外资群当然就一直死命的卖 外资群把遇到利空这件事标准流程化了 他们没有考虑标的物目前的价值对股价这件事 所以才会干出净值以下死命的卖鸿海 企图利用短线这逆风短线操作赚点差价 有的是因为太蠢了 公司规定遇到利空就要先卖出 做风险管控 他们怕自己不卖 别人会卖 别人卖了后 未来低价买回来 这样就完成一卖即一卖 就能赚到差价 外资群害怕自己的绩效输人 以我们研究单一个股这么深入的程度 不可能被一些半吊字的外资群牵着走 他们可能就是遵守某一个无脑的规定 然后就先卖出未来利空消失后才会买回 如果他们把公司价值及股价之间差距考虑进去 他们就不会干出现在这种蠢事了 接下来看一下刘董法说会怎么说 鸿海针对郑州厂推出许多疫情调整措施 包括加薪 提升员工福利等对策 希望兼顾员工意愿与安全生产 为营运费用增加孔冲及毛利率成绩 鸿海董事长刘洋伟指出 短期仍已尽力最大化为目标 希望2023、2024年高毛利产品能够接上来 维持2025年毛利率10%目标 刘洋伟强调 影响毛利率变化大致上可分为四个因素 最大因素当然是产品组合 其次为汇率、通膨、新投资所产生折久 以鸿海去年合并营收达6兆来看 假如今年增长一成 营收就会来到6.6兆元 新的增量会很辛苦 因此现阶段还是以净利及大化为目标 资通讯产品虽然毛利不高 但仍然贡献获利 还是会承接这些业务 希望2023、2024年高毛利产品接上来 整体来说 2025年毛利率达10%目标 看起来还是有机会的 就明年各产品线表现来看 刘洋伟认为 最大成长动能将来自于云端网路产品 其次为电脑终端产品 第三则会是原件及其他产品领域 最后才是消费智能产品 消费智能包括手机、电视、游戏机 明年度表现会比今年差一点 所以整体参考表现 评估明年营运位中性持平展望 鸿海第三季获利2.8元 营收较去年同期增加24% 盈利较去年同期大增34% 毛利率6.16% 比上一季的6.4% 也比去年的6.3% 不过毛利率虽然比去年第三季差 但盈利率来到2.78% 比去年同期的2.57% 这样的操作法很明显 就是接收了一些毛利率较低的营收 然后要最大化获利 之前刘董说过 有一些生意毛利率低 但会赚钱 那要不要接呢 当然也是要 总不能因为毛利率低 鸿海就不要接 那营收就不会成长24% 以鸿海一年净值增5% 营收只要增5% 就能为多出来的5% 净值获取到报酬率 第三季鸿海营收是成长了24% 明显就是超出了目标 这里面就是有一些营收毛利率是相对差的 昨天我透过去年第三季鸿海各类别营收 再加上9月营收上鸿海给的资料 我推算出云端产品占第三季总体营收 24.1% 云端网络产品比例算是相对高的 比第一季的22.94%高 比第二季的25.34%低 今天鸿海给的资料就是消费智能占52% 云端网络占24% 电脑中端占19% 原件及其他占5% 我们从几季的产品组合中得知 只要消费智能营收的占比较高 毛利率就会比较低一些 以今年第二季来说 鸿海四大类别营收如下 消费智能7556亿 占了营收50.04% 云端网络产品营收3827亿 占了营收25.34% 电脑终端产品营收2919亿 占了营收19.33% 原件及其他产品营收793亿 占了营收5.25% 消费智能占了50% 云端网络占了25.34% 消费智能第三季比第二季多了2% 云端网络第三季比第二季多1% 所以刘董之前说伺服器很看好 毛利率不错 以几季下来的产品组合来看 确实就是如此 刘董要把毛利率弄到7% 其实很容易 消费智能就少接一点 毛利率就7%了 然后盈利率就变小 大家应该有看过百货公司周年庆吧 人山人海 打了一些折后 百货公司反而更赚 道理很好懂 平常要养贵姐 要租金 水电 产品都是在百货公司中吹冷气 营业费用就很高 百货公司周年庆虽然有打折 但贵姐还是赚一天的薪水 租一天的摊位 付一天的水电 产品的毛利虽然变低 但因为卖的量够大 所以盈利率就会高 大家应该也常常看到 星巴克在买一送一吧 原理也是一样 一杯咖啡的毛利变低了 但因为买一送一会有很多人来买 店员 租金 水电都是一天 毛利虽然变低 但卖的量足够大 盈利率就会变高 平常百货公司及星巴克就是没有打折 毛利超高 但就是没有几只猫在买 这样懂了吗 刘董要毛利高 就学星巴克 百货公司平常那样 营收少 就是要毛利高的才做 但最终不一定是能赚最多钱 我就让大家选 今年鸿海毛利率7% 获利10元 或是毛利率6.3% 获利11元 你要哪一个呢 应该很好选吧 这就是所谓获利最大化 我常常看到一些外资分析师在那走火入魔 他们想要毛利率高一点 那我就问一句 为啥毛利率要高呢 目的是不是为了毛利率高可以多赚一点 今天鸿海发掘多接一些毛利率低的 反而可以赚更多的钱 那鸿海不要做吗 毛利率提升就是为了能赚更多钱 今天鸿海透过增加营收总额 整体让营利更高 最终赚更多钱 这岂不是更好吗 鸿海之所以能世界第一 就是竞争力第一 是占第一 总不能把不赚钱的都给和硕 伟创 力训 几年后他们就因为这些营收变得更具经济规模 而去挑战鸿海的地位 这样会得不偿失 大家应该有发觉 我一直和大家说鸿海第三季会赚2.6到3元之间 以鸿海第三季的营收来看 只要用去年第三季的毛利率 盈利率 获利带入 一定是3元以上的 为什么我一直要说2.6到3元之间呢 我是不是说过 第三季全球股市大跌 鸿海业外项目中的其他利益及损失会赔钱 鸿海手上有宁德时代 远景基金还有一些投资的股票 第三季在全球股市大跌中 鸿海持有的这些投资当然也会赔钱 第四季全球股市开始反弹 只要全球股市不要再破底 鸿海其他利益及损失这项就不会赔钱 去年第三季鸿海业外赚了117.53亿 今年第三季赚了26.47亿 差了90亿左右 鸿海业外中的利息收入 其他收入很稳健 这是股息 前放银行得到的利息 每一季要付出的财务成本也是很固定 这项包含欠银行的负债产生的利息 公司债利息 这三项的总和大概每一季会有50到60亿 鸿海业外关联企业及合资损益 这是其下子公司 第三季下普赔 真顶赚 还有一些比较小的子公司 如中阳光、GIS、训星、瑞奇电通、华汉、以慎、天玉 有威科、杨成、荣创、金鼎、镇达、剑汉、红准、广雨、台阳等 如果下普、红准、真鼎都很赚钱的情况下 可能会有30到40亿 如果有的赚钱 有的赔钱 这项大概就是20亿左右 第一季及第二季鸿海的其他利益及损失都赔了60亿左右 所以第一季及第二季夜外就仅赚2.58亿及26亿 第三季也仅赚了26亿 以鸿海时政利息收入的公司 只要全球股市不大跌或是大涨 那业外收入就会有百亿以上的水准 看到鸿海业外其他利益及损失大赔 那也不用太担心 之前2019到2021年 全球股市大多头 鸿海也因为股市上涨而赚了不少 单纯就是把虚幻的股价还回去罢了 当股市跌到净值比1.7倍 股市再下跌也有限 所以之后鸿海的其他利益及损失就不容易赔钱了 如果鸿海业外有去年第三季的水准 那第三季的EPS就会有3.3到3.4元的水准 鸿海净值部分 上一季是100.33元 这一年增加了4% 所以就是来到104.33元 以目前股价100.5元 还有一些人在那说毛利率不好 股价要跌了 不然就是郑州会影响11到12月营收或者获利 我就一句话 赚到的钱都在那了 这种白花花的财报及钱摆在你面前了 股价都比净值低了 还觉得股价要下跌 那也真的是很搞笑 我很常在说 鸿海一年能赚10到11元 今天鸿海开出第三季获利2.8元 前三季已经赚了7.33元 刘董今天在法说会上表示 第四季营收会和去年持平 去年第四季获利3.2元 去年第四季鸿海夜外的其他利益及损失赔了48.7亿 今年第四季其他利益及损失应该是不会再赔了 毕竟全球股市已经跌到2019年底的位阶了 郑州事件就当成其他利益及损失赔的 鸿海第四季也能赚3.2元 一般来说 鸿海第四季赚3.2元是最低标 一般是不会赚这么少的 所以随便也赚10到11元 股价100.5元的公司 一年能赚10到11元 我是不懂有啥好严格看待的 净值104.33元 现在一堆傻瓜外资群死命的压制 等于就是不要这4元的净值 10月份过完了 至少是能赚1元 所以隐含净值是105.33元 这样的股价有啥好不敢买的 文章出自A大个人股市观察记录部落格篇 净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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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猴海撒吧 猴海撒吧 咬滚去的太阳外 拿出你的热情来 猴海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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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猴海撒吧